哈喽大家好我是嘴哥 在玩者荣耀里面70多个英雄 然后总有一些英雄的技能是比较类似的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残血收割剂 就是对方是残血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对地方造成持续的伤害 比如像这个周瑜 周瑜啊 我们一看周瑜的火 火主要是对方英雄站在那个火坑上面 会持续受到伤害 这就是那个所谓延迟性的伤害 如果是残血的话 站在上面必死无疑 还可以烧塔 第二个就是这个鲁班 鲁班的大招 鲁班的大招也可以做到这种残血收割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这边先把对方的那边打到残血之后 我们可以离开 只要对方的英雄还在那个大圈圈范围内 那就可以持续受到伤害 那第三个 那个鲁元花 鲁元花的一技能 板定之后 板定之后标记之后 然后再普攻两下 那个伤害就特别高 残血的话基本是收割 还有一个是哪吒 哪吒的那个被动效果 就是属于延迟伤害 我们一看这边 这边也是残血之后 我们把它打残血 然后差不多的情况下走了 我们不去追它 这点血 它也是跑不掉的 最后还是死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就是扁鹊 扁鹊这个大家就应该都知道 孕毒 峡谷里面最毒的就是这个英雄了 标记现在是延迟很久 然后所以说标记五成以后 那个伤害也是非常高 大家还知道哪些英雄 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 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喜欢大家 记得我们的视频 看着不通话 我一个结束